您可能不知道 就是說這個做公益 其實不是現在開始 一直都有是不是 對 就是說當時 因為韓市長選完了以後 那旁邊有很多人 不斷的很熱情 後來我記得我當時 就有跟文三輩就是說 應該走向公益這個路線 那當然大家都很忙 文三家就一直沒有間斷 從一月份選完以後 大概二 三月就開始 那已經台灣大概跑一圈了 他就是每個月會挑一兩個地點 那像下個禮拜就在台南市 在我那邊 他就是從雲林他也去過 那高雄 屏東 很多縣市 文三家這邊他就會 有人捐很多物資 那你知道現在因為你要做公益 你就說你公眾人 政治人物你要做公益 你也沒辦法拿到這些名單 因為個資法的問題 除非是特定的這些單位 這些團體啦 社服團體 那其他的像我們找的 就是比較屬於邊緣 就是他比較困難 但未必政府有補助他 他也未必是中低收入戶 但實際上這些你怎麼去查 其實我們的警政單位很厲害 我們的警察很厲害 因為每一個官區或是派塑 粉絲他們都知道 他的學區裡面有 政府沒辦法補助 譬如說他們阿公 他們阿嬤 放給他們老闆 我一間破處 算起來 他就... 他完全沒有收入 你就不符合資格 他沒有收入 政府就變不可以補助 對... 這種人很多 很困難 所以文三兄已經做了一年了 他已經做了一年了 推電 因為... 其實這些人 就是以前 寒氣中選了的時候 他們就是在支持韓國的 就是說 做公約這條路線 所以你看這一年 你看台灣這樣說 文三兄在做一個 有一個官司在做什麼公約 沒有 是因為現在他這樣說 我告訴大家說 不是說他現在要出來做 當然過期的一年 他稍微燒氣 還燒氣 去思考 上個月我去的時候就是說 聽他在說的就是 對台灣的掙托軍優勞 所以後面我比較感受 就說 原來他要貪到消空的金面 那個機台 他可以出來 開一個新局 這就是對兩反問題 跟中美台三個關係 有一個優心 所以優國優勞的過程中 有夠他現在又回規回來 做公約 這是很好的事情 公約不是因為說 韓國瑜要做公約 現在開始說 就是說他升級兵這項人 包括我們去看山區的孩子 一個很認真的校長 他一間學校沒到四十幾個 他在那些孩子 後面去成立一個樂團 都大小孩 他們有這個一基基領 所以創下主任 在山頂 所以變成那間學校 變成一種特色 但你知道嗎 那要花錢 我們去我們就多少幫忙 類似這種就對了 這是一個物資的部分就是說 油鹽米啦 米蘇啦 什麼吃的東西啦 立正的用品啦 因為這變成 我們就透過這些單位 他們把這些比較困難 但是平常沒辦法 在政府做幾個幫助的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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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如果願意出來唸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什麼人 他現在拿那個文章那樣 他會送那個牌子來 我們就給他拿去給他 事後我們就認這個 就是發給他 沒有在問什麼 不用去問 沒勞資料沒什麼就對了 大家沒勞資料 不用聯絡 所以不是要那個戶口調查 對 對 對 因為這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說 每個月都可以做 希望可以讓越多人 幫助越多人 你不要看說社會 我們大家這樣 黯穀六點 在冷漏的角落 困難的人要很多 所以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是一種 他有感受到後 那種對內心真正的感受 所以會感染到我們政府 賓這項人 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我可以替韓國做一些 你說替我們做 替我們做 不是 這是因為發主我們本心 那個滋鼻心 當你感受到這種 你死跟受的重感 雖然不是價值很多 他來領這個武器 不是說價值很多 但是救急 不救急 有人在困難的過程中 我們想說 我們今天有領力 多幫忙一些 因為韓國在這個時候 他也不想說 我來募集什麼 如果沒有 因為當時有肯定要跟我們幫忙的人 他就幫忙 像我 我可以做 我一兩次做得到 我出多少 我出多少 我出 然後又說 來 我要做共和共町 我要做共和共町 我要做共町 你關一萬 你關五千 火雲關三千 這樣就不對了 這種人是要變成高明 對嗎 我們這種人變成說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不是說現在他要出來做 我出來做共町 因為你們總要到新文化 所以總要變成一個議題 在討論 其實不是這樣 韓國瑜生活變成一個人 就是 已經做了一年完 就是說 台算過後 就有一人 包括當時 呼算這些好朋友 他們就是 纏對困難的人 在做幫助的工作 所以這是 剛才今天 你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我跟你說 剛才好 台南我就拜後一拜五 我們拜二十三萬 所以說 市長可以去嗎 沒有 他做他的 我們做 我們不是說 市長來 沒有在說下去 說鍛鍊 這塊的就是說 有的人需要 我們也希望說 這次你聽不到 沒關係 後來我可以幫助 還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不能說 我四處去問 你有困難 沒有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經政單位 坦白說 他們真的有在關懷這些 艱苦人 所以關懷 我們現在透過他們 把這些人找出來 他拿牌子給他們 我們就認牌子沒有認人 這牌子來 我們就是發財 人家要去 現場也沒有 沒有什麼 所以這就是 一種 普遍的立場 我們都要去那裡告入 但是我們是出自 真心 可以幫忙多少人 我們盡量做 這樣 哥哥 我是說真的 那是 捐錢我可能比較窮 但是有什麼可以 其他可以幫忙 你講 捐錢也可以 每個月 每個月可以可以 我真的覺得 這是應該 我覺得大家要響應 我當然不是叫你們去捐錢 但我覺得 就 每個月可以有固定的這種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 其實 我有在捐錢 不要講說做善事 我覺得這太過 這不算善事 就是世界展望會 紅石之會 還是一些流浪貓狗 的這一些 可是你有時候會覺得 你的錢捐出去 然後他也不曉得 我不是質疑這些單位 但是你看不到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說如果 像 贏股 你有去 問三八 就中期了 我覺得我們能幫忙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幫忙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好事 這是好事 對 它是好事 但就是會被人家拿出來 扭曲 就是會被人家拿出來 聯想 聯想 那我相信 也因為 韓國瑜市場的 這樣子的 做公益 付出其手勢 讓大家 多了一些期待 我看我們今天的觀眾朋友 現在已經一萬九了 快一萬九了 我相信大家 應該是心中有所期待的 確實 別擔心 別急 我會幫你們把疑問問出來 好 新聞出來之後呢 包含了這個 我們的神力超人 舒華姐 她也說 我們其實本來就是每個 都會到不同的族群縣市 去做很多關懷地方的 這個事情 然後都是以公益的角色出現 跟政治無關 跟政治無關 好 那這個錢修姐說了 哇 你看長頭髮多美 你不是說短髮不美嗎 現在俏麗 長頭髮是秀麗 好不好 不一樣 不一樣 韓國瑜本身 希望做些公益 這符合她喜歡幫助別人的 性情跟意境 這我都同意 我都同意 但是我們剛剛 我們以下 各位有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韓市長擔心台灣的處境 不要說擔心國民黨 國民黨不用擔心 這個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 共民都沒還樂 但是他擔心台灣 我也不擔心國民黨 但我也希望大家日子 可以過得更好 可是我幫不了你什麼 同樣 今天韓國瑜市長 他擔心台灣 想救台灣 所以他去做公益 可以 我懂我可以理解 但是 去做公益 應該是我們這種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什麼大事 我們去做公益 去關心一下 弱勢族群 這個每個人薪水固定 扣款 去做一些 善事 去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不管是國內 國外的 不管是人 還是貓貓 還是狗狗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你們期待的應該不只是這樣 要救台灣 幫助弱勢族群就夠了嗎 要救台灣 去探訪單親媽媽夠了嗎 去探訪弱勢兒夠了嗎 我想這是大家心中共同的疑問 我知道你們覺得 是不是應該再更多一點 其實我也這麼想 我講老實話 我沒有要拱任何人 但是 如果你真想救台灣 好像應該再更多一些 黃恩哥 誘政的這個考量 是非常的正確 邏輯非常的好 那誘政因為這個 潛就跟這個龍介 都是幫韓市長搭選戰了 2020的慘敗 他們兩個也有責任 開玩笑啦開玩笑 就是輸的啦 那2016 輸的也很徹底 就是那個東風啊 把朱祖傑換掉就 也輸的很徹底 但是2018 大家都知道 2018寒流的竄起 國民黨呼喚就贏了 所以你看2016 國民黨沒有人想選總統 2016沒有人敢選 吳敦義是現任副總統 也不敢選 馬英九在蘋果的專訪 直接點名朱立倫 朱立倫也不敢選 後來是朱祖傑跟楊智 四兩出來初選 到了2018 韓國瑜拿下高雄之後 大家嚇一跳 國民黨大贏十五縣市 到了2020 就是2019的初選之後 又一堆人出來選總統 大家都要選啊 麻將又出來了 你還記得韓國瑜講的嗎 有四個人在打麻將 一個天廳 一個相公 那誰啊 好 現在朱立倫又拿麻將 就不要再講麻將了 過年期間大家這個 這個消遣一下就好了 一直拿麻將做比例 就不好的遇到 所以佑正我講 2016 2018跟2020 我相信我們所有的 這個正常發揮的 這個鐵粉 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我對韓市長的這個質疑 是說 2020怎麼輸的你想清楚了沒 你本來是贏的 你本來是贏的 你本來是贏得有春 贏得有糟 贏得會喘 不然蔡總統本來是黑黑黑 獨派大佬登廣告說 蔡總統你不要再選了 賴清德說 我行政院長不幹了 我要拚總統輸選啊 為什麼賴清德不幹 因為賴清德覺得 蔡英文不好嘛 獨派大佬為什麼登廣告 所以韓國瑜你本來是贏的 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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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贏的贏的贏 什麼原因 你檢討了嗎 你回去訓練半年了 你現在佑正說 大家期待你做的更多 當然是這樣 不過我分手給大家聽 第一個 韓國瑜的陸軍 剩下可能不到一半 陸軍就是他的韓粉鐵粉 陸軍可能剩不到一半 不知道多少人 所以這個穿雲艦 不能購買牛 你到時候說 我們搭在那邊集合 結果來兩三個就繪花了 穿雲艦不能亂發了 第二個 韓國瑜的空軍不見了 空軍是誰你知道 就這個 就是王佑正 就是中天 這個King Maker 這個中天電視台被關台 對韓國瑜來講 如斷一斃 手一斤一斤 你在那裡 有辦法起來 今天佑正能夠當主 佑正在我們朋友當中間 佑正如果沒有韓流 王佑正現在是個政治記者 頂多是政治組組長這樣 你不會當主持人 如果沒有韓流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中天 可能播新聞或什麼的 今天這個東西 見證韓流的心摘起壁 沒有人講得過王佑正 第一算是他在拆訪 所以我現在是跟大家說 做公益這事情 佑正因為我們是正常發揮 我們節目的名稱 所以不要講假話 對 講真話 做公益是假的 付出是真的 真的啊 做公益是假的 我坐在這裡說五四三 做公益是一個起手勢 它是一個藉口 它是一個付出的起點 今天韓國瑜為什麼要去 勸趙薩康出來選黨主席 沒有我的事情 我情跟語毒 對不對 你國民黨誰選黨主席 幹什麼事啊 他為什麼要去勸趙薩出來選 他的趙韓聯盟 或是韓趙聯盟 他一定兩個 室內一定有說好的嘛 王潛秋你去選台北市長 我在旁邊看 王潛秋你去笑耶 你要給我什麼 你要幫忙什麼 怎麼可能我推你出去選 然後什麼都沒有 所以韓國瑜他這個公益的行程 一定是跟趙薩康要選黨主席 他是有連帶關係的嘛 所以趙薩他也沒辦法 如果有時間 有邀請我就去啊 他們兩個 終究有一天會站在一起 告訴大家為什麼會結盟 為什麼他選黨主席 我來做公益 這些東西 那個佑正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相信兩個先輩都可以給我批評 我勸大家 謝龍街的公益 你可以去 韓國瑜的公益 你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 今天韓國瑜公益 譬如說你台北 是通風的人在那裡 你完了 你覺得1450跟綠媒 會怎麼出去 那個剛剛來領麵粉 那個陳先生 他之前不是在網路什麼 你馬上被肉收 他不會放過你 割喉是割到斷 所以我把醜話講在前面 你要了解1450跟民進黨的狼性 你跟韓國瑜做公益 你那麼好了 馬上被起底 原來你是國民黨的黨工 你以前參加過韓本的活動 什麼的 各種摘張抹黑是一定免不了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 因為還沒開始 就佑政我的結論是說 我希望韓市長是不是再 再想想 再斟酌一下 在你的陸軍跟空軍 都大不如前的情況之下 甚至我講一個 我聽得比較難過 因為佑政 因為這一人認識 我都不要講名字 這一次的國民黨2020輸這麼慘 韓國瑜是大敗 有部分國民黨的立委他輸 但他沒有輸很多 他就說我輸個 我落後個10% 那我也不能怪別人 但輸一點點 輸個幾千票 那是有一些人 在我這樣跑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聽到有人 是對韓國瑜是不滿的 國民黨的落選的立委 他認為是被他打下去 你知道他紅的時候 佑政你可以作證 紅他拜託 韓國瑜沒來沒關係 佳芬姐來就好 韓濱來也可以 王淺秋來也可以 拜託你任何一個 跟韓國瑜能夠 沾的上邊的人 來幫我站台 拜託拜託 你選錢是這個嘴臉 後來開票輸一點點 開始糾了 開始嚇了 都是他 怎樣怎樣 那個講的話都很難聽 我都不要轉述 贏的人是有感謝他 那就對了嘛 輸的人都萬壇 萬壇說是 求韓國瑜代賽 拖累到 結果輸一點點 我說真的 其實這個 你說民進黨當然是 韓國瑜要去民主的挑戰 不過 國民黨裡面 補分的那種 在外面那種 其實 更加恐怖 更加恐怖